大家一个最新的消息 这是最近发生这起台北市信义计划区知名夜店Spark 发生了远景当节以行刑的方式被活活打死的事件 主贤曾威豪跟他的女朋友刘欣彤还有萧瑞宏三个人 在凌晨的4点55分已经被裁定积压觐见了 好那么遭到裁定积压觐见的三个人准备要上球车 你可以看到走在最前面的就是主贤之一萧瑞宏 那么后头穿着咖啡色外套的是主贤曾威豪 而他的女朋友刘欣彤好现在在画面中的 他则是走在最后面 三个人因为设犯杀人重罪而且有灭阵逃亡串贡之余 凌晨都已经被裁定积压觐见 而刘欣彤呢更是当场痛哭 一路的哭到后省市等球车 所以说这几个人的前晚的狠径都全没了 那么被告的律师团表情也都很严肃 他们说无可奉告之后就离开了 至于其他的十二位共犯则是各以五到十万块不等交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隐私